Hello 大家好 我是肉丁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集呢 会是我的第三集Temu开箱 但是却会发现我的手上没有拿着任何Temu的箱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东西早就被我迫不及待打开来使用了 所以我今天就会以一个走到哪里 带大家走到哪里 带大家实物说明这个东西如何使用 以及这个东西的好处 所以现在Temu家的东西呢 是收藏在我家各个小角落里面随处可见 这次呢 我和大家来分享的会是一些小家电啊 厨房小用品啊 或者是一些家居小物 总而言之就是一些家庭主妇们都会非常非常喜欢的小东西 那还是要来跟大家讲一声 就是Temu的澳洲站现在已经开站了 他除了包邮之外呢 仍然还享有90天之内免费的退换或政策 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最最吸引人的 而且他送货速度真的越来越夸张了 我这次的话我又是从下单 直到收到为止是在7个工作日之内的 就一周之内 就我有点惊叹于他的速度怎么会越来越快 就第一次还是正常范围 然后到第二次第三次就一次比一次快 一次比一次快 还有呢他是仍然接受任何形式的付费方式 所以你就完全不需要再担心换汇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产品涉略仍然非常非常广泛 如果有看我前两期视频的话 应该都有看到我有做的这个录评 他们的范围真的是涉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衣食住行全部都有帮你cover掉 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还有免费的100Coupon可以收集哦 好啦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这次我有讨到了什么好物呢 第一个我觉得超级好用的东西呢 是这一盘东西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它是个什么 它是一个这样材质的魔术贴 听得到这个声音吗 然后这个魔术贴的功能就是帮你整理线的 就整理像桌子上桌面上这种乱七八糟的线 然后因为我以前整理这种线的时候 我都是用橡皮筋 我通常都是随便用橡皮筋这样一扎 那就很难看就不好看嘛 然后呢我现在就准备把家里的这种线 集线器全部都换成这一种 因为它很长 我买的这一团是好像三米还是多少 如果你想要买更长的米树的话 你在买的时候选择好你要的米树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我桌上的线吧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魔术贴随身携带一截也很方便 充电线随手就整理掉了 不会弄得包里乱七八糟的 顺便把桌子底下所有的电线全部都整理掉了 这样也安全很多哦 接下来是S钩 真的不要小看这样的小铁钩哦 实用性真的高到一个宝 统一的金属色也不会让家里显得很杂乱 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都可以用S钩把装饰品挂起来哦 还有呢就是我的床头上放的这个纸巾盒 上一次我有说这一集会给你们详细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纸巾盒真的非常实用 就它除了简单的本身有储存纸巾的收纳功能之外 就可以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这种木纹的设计的盖子 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易的这样拿开 拿开它去替换里面的纸巾 因为由于它拿取非常方便的关系 所以就变成我平时躺在床边就随手就可以拿 随手就可以滴眼药水 就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 真的超级无敌方便 而且由于它的颜色也很好看 就那种莫兰迪颜色 莫兰迪兰 再加上是这种木纹 就放在整个床边的话 你的床头柜就显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把它 现在选择从我女儿书房 偷过来放在自己床头边的一个原因 下一个是我最近厨房的超级好帮手 可以帮我轻松实现 蒸鱼从腌渍调味到上锅蒸 从头到尾直接一个容器搞定 而且它本身还带有一个把手 像平时打个蛋 再直接蒸水蛋等等 也都超级方便的 最重要的是它是304 食物品质的安全不锈钢 用起来也放心很多 不用换来换去 真的省了很多事 然后呢是我女儿的床铺下 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我可以利用的 因为它的床铺下面的这个铁条呢 是就铁的嘛 所以刚好我这次在TEMO买的 哦你看力量超强 这个强力磁铁 就真的很方便可以用在下面 因为它可以非常牢固的直接 给你们看一下洗礼 就直接洗上去 而且它是 我有在用力 我真的没有在演 这样才能拉得下 它真的很强 然后把锡带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常常会把它 因为这里是它的书桌嘛 这里就是它的书桌 所以我常常会把它每天学的中文的东西 像这些闪卡 我都给它挂在上面 还有像这边它学的 这些phonics啊等等 就天天给它挂在这上面 这样我要拿下来帮它学习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直接这样一取就取下来了 这个很重哦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TEMO买的 read and master 以phonics的形式出现的 比如说像 at好了 它这边就会有cat set 质量是非常好的 那种很厚实的这种卡 看到吗 所以呢 我为了不想浪费桌面的位置 我就把它挂在了强力磁铁上 那你可以看到强力磁铁 沉重力真的非常好 这么重的一个卡片呢 它挂上去基本上是纹丝不动 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样我不就节省了这个墙面的面积吗 就这些东西我就不需要去放到书架上 而是可以全部都收纳在它的 床下面的这一根铁条上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就可以利用你们家的 任何有铁的吸铁的地方 就可以把所有你要的东西 全部都收纳起来 还有这种非常小的 不伤强的收纳小物 我就直接粘在沙发旁的柜子上 这样随手拿放遥控器 不要太方便哦 也不会总是找不到遥控器了 然后呢 是我一直都很想买的冲牙器 除了刷牙之外 冲牙器的水柱 还可以有效帮我们去除牙缝里的顽固物资哦 每次刷完牙以后 再用冲牙器全方位的冲刷一遍 真的更加安心 它总共提供了有四个不同的刷头 满足你不同角度的不同要求 水柱之强 千万不要在放进嘴巴之前就已经打开 因为水柱是会直冲天花板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水柱的强度哦 你就能体会到我说的 为什么可以把牙缝里的顽固物资全部都冲走 然后呢 是便携式的搅拌机 这种便携式搅拌机 我买过至少三部 每次都是用了没多久就坏掉 导致我这次其实是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买它 但是因为每天我们都要喝Supergreen的粉 我和我老公都会添加很多蔬菜啊 水果啊这些 如果没有一部这样的便携式搅拌机 就真的会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抱着算了 再是最后一次的心情 买了天木上的这一款 结果它却出乎意料的好用 比我以前买的那些搅拌机 搅拌的更加碎 而且它的功率并不是那种最强的 却能达到这么细腻的程度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了 如果女生的嘴巴比较小一点 就会 或者带出街 可能想斯文一点喝 或者带出街 你可以直接扭过去 嗯 那好像要给两只瓶的 对啊两只瓶 哇那真是给了很多 那坦白说 你可以在这喝 或者带出街 帮遍女士 或者男士带出去喝 可能说 我刚刚 我现在 我今次了起床 刚刚洗完凉 我每早起床都会洗凉才回家 嗯 那今次起床起床 洗完凉已经没时间再喝完 洗完杯再再去上班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坐着 然后就放在一个 即是放在一个包里 然后就放在一个包里 然后就放在一个包里 嗯 哇一气呵成 然后是这一款地垫 就是厕所浴室里面用的地垫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好看 和很典雅的 吸引我的是它的造型 因为它整个上面就是那种 好像假的铺着鹅卵石一样的感觉 而且这些凸起的鹅卵石 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 超级无敌柔软的 非常非常的软 就是冬天洗完早出来 不仅是可以把脚弄干 而且是可以非常柔软 超级柔软 把脚弄干了之后再踩出去 除了有刚浴室里面 除了有刚才介绍的地垫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他们的 浴室墙面的一个收纳 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用 因为它也是靠粘钩粘上去 但是非常非常的稳固 位置是这么的宽 就其实你平排放两瓶都是放得下的 它非常非常的宽 所以其实一个的收纳量已经非常高 除此之外呢 它下面还附赠了一排这样的小勾勾 这些小勾都是附赠上去的 我就可以用来专门挂一些这种清洁的刷子啊等等 就可以直接收纳上去 就不需要再额外再粘粘钩了 这样就非常的方便 小勾 有吗 有看到东西吗 Is there any apple 对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